哇哇哇哇哇哇哇 盗版的奥特曼AR卡不仅可以召唤到现实来 而且还可以进行对战 这不就是妥妥的抢远古饭吃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AR卡这个东西啊 其实这个玩意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记得很早之前就曾经出过一种叫超次元AR卡的 虽然人物大部分都是没有版权啊 反正那会是觉得这东西很黑科技啊 这当时也入了不少的卡片 现在还牛着呢 不过在当时想要卡牌对打的话 是必须要进入到小黑屋里的 但是在这2021年AR卡竟然可以进行实景对战 这虽然是AR卡的一小步 但这可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那么这一期视频来说的 就是这款堪称黑科技的奥特曼AR卡啊 当然了这玩意肯定是没有版权的 而且说实话 论可玩性肯定是不及奥特曼街机卡的 如果论收藏价值 肯定又不如卡油的正版奥特曼卡片 所以在看这期视频的观众们呢 就当康哥乐吧 不过等我真正开始聊的时候 你们应该也不会入手啊 虽然很不想承认啊 但是这款AR卡的模型 确实是做得很不错啊 该有的细节都是有的 而且这模型的精致度 确实是在AR游戏领域的上层水平啊 怎么说呢 拿几年前的超次元AR卡来对比的话 以前的AR卡要细节没细节 长得跟个鞋绳一样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居然有影子啊 这虽然是AR卡的一小步 但这可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但是说到游戏模型 这游戏厂商是真的原创啊 真的原创 这种原创甚至比远古还要远古 首先这种换色我就不多说了哈 什么黄金赛罗啊 绿色健康的艾斯啊 高斯配色的杰克啊 还有这个换头版的赛阿斯啊 这些都只是小意思啊 起码它只是换色 最离谱的是 它居然把远古的缝合怪学得零零尽致 怎么说呢 我待会给你们放两张图啊 你们觉得它缝合了哪个人物 欢迎打在公屏上哈 咳咳 你们准备好了吗 前方高人啊 第一张 赤热宇宙超人 首先先排除是银河啊 那么我是只看出了 超越艾克斯 奥特之王 银河奥特曼 三个奥特曼的缝合啊 不知道你们还看出了啥啊 不过看不出也没事 还有第二张 赤热宇宙超人 这一张我是看出来了 不就是泰罗和孟比优斯吗 还有就是尊皇杰德吗 那么你们看出来是什么奥特曼呢 欢迎分享到公屏上哦 我是真的顶不住了 虽然奥特曼的素材很多都已经出错了 但是大概率应该只是想躲掉版权而已 但是呢 它的怪兽的素材却是准确的一匹 不是 你们真的以为现在的小朋友 真的记不住怪兽的名字了吗 那里可真是低估奥特曼的热度了 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的小朋友甚至比游戏厂商还要清楚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期视频的重点了 也是他们这款游戏的卖点啊 AR实景对战 哎 一言难尽啊 说是对战啊 但其实人物要做什么动作 就已经提前运算好了 举个例子啊 基本上每个角色都是一样的 就是先用拳头瘸一下 然后再踢离一脚 最后就是放光线 对的 每一把都是一模一样的动画 说的好听点的话 这叫全自动战斗 说的不好听 这就是在播动画啊 不过既然动画是固定的 那谁胜利是不是就靠谁播的动画快一点呢 这里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其实谁能打赢 已经在卡牌上很明白的标注了 是的 你根本不用去看 你就知道已经谁会赢了 因为他们的攻击力在开始之前 就已经决定好了呀 加上固定的播片战斗方式 我们根本就干预不了 不过讲真的 这战斗力史书让人不服啊 首先看一下奥特之父的攻击力啊 6万5千攻击力 这个所谓的超级形态 7万8 嗯 超级形态 我是看了假的奥特曼吗 然后就是赛罗的攻击力啊 6233 直接比奥特之父少了一位数 也行吧 毕竟赛兔子这几年被削的挺夸张的 然后就是奥特之母 有着抗比奥特之父的攻击力 5万4千 啊 所以奥特之母演了我十几年 不过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最过分的就是奥特之王啊 攻击力只有仅仅的2100 我他妈 不过你们放心啊 我自创了一种特别刺激而又公平的玩法 你们猜猜是什么 是的 你肯定猜不对 是剪刀石头布 是的哈 因为他的右上角是有剪刀石头布的嘛 直接翻出来刺激的一匹哦 那么说到这里 你们觉得这款奥特曼AR卡怎么样呢 欢迎分享到公屏上或者评论区啊 那么其实假面骑士也有这种AR卡啊 不过他那个就是官方的啦 肯定是没有那么拉的 那么如果你们想看假面骑士的AR卡的话 点赞过3000 我找个时间给你们做一下哈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游戏黑客戏再见 掰了掰